我來了英國倫敦已經大半年 今天想做一個2024年最新版的每月洗費給大家參考 今次我這個分享就拿了23年12月月中至24年1月中的數據做分享 雖然洗費每個月的細項有點不同 但最後的總數都差不多 今次的分享是以兩個人做單位 首先佔比最大的就是食物 這裡所指的就是超市食物 一個月的洗費是377磅 我一般會去的超市都是普通教委的超市 最多去的就是Sandsbury's 第二位就是Morrison's 和Lidle 偶爾都去ASDAT、賣蛋和蔬菜 種類比較多 這裡就是一日三餐和一些水果的洗費 我們差不多一日三餐都在家裡吃 第二樣就是日用品的洗費 例如牙膏、洗頭水、紙巾等等 這一項不是每個月都會買的 今個月就用了39磅 第三項的洗費就是外出吃飯和外賣 由於今次是十二月聖誕節 所以都比較多出去吃東西 總共的洗費是259磅 吃了七餐 包括我就買了Soldelly70磅的魚生 另外都去了倫敦市中心吃Fed Iron 大概吃了四十幾磅兩個人 總數除了七餐 平均每餐大概三十七磅 我們都不會吃非常貴的餐廳 都會選人均十五至二十磅一餐的食物 今個月就叫了一次Deliveroo大概三十磅 另外都去了兩次朋友吃飯 人均大概十五磅左右 接著就是電力的部分 我們這裡就沒有Gas 全部都是用Denum 今個月的電費是100磅 我就不是經常開暖氣的 平均大概一兩天開一兩個小時 我現在用的電力公司是Octopus 這個月還未轉到Argyle的靈活Pan 用的計劃就要28.8p每度電 再加上standard charge 新一個月我就轉到ArgylePan 有望電費可以再一步下降 因為我們安裝了Smart Meter 我就發現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用電量是最高的 我現在就會在App看哪一段時間是最便宜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時段可以去到差不多零元 所以我就會選擇那些時候洗澡 相信可以大大減輕電費 這個之後有機會再和大家回報 之前夏天不用開暖氣的時候 電費大約60-70磅 講到一半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 歡迎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講完一些每個月都浮動的數據 之後就會講一些比較固定的洗費 由於租金就因人而異 我這裡就不特別分享了 除了租金之外 另外一個一定要給的就是Council Test 市證稅 就是Council收的 會負責整個地區的一些 例如清潔、維修的部分 我們這裡每個月就是150磅 這個數據 根據你不同的Council 以及你家裡的大小都會有所不同 第二項就是水費 我這裡的水費 每六個月才收一次 我們兩個人用的洗費平均 除了22磅一個月 互聯網的洗費 每個月的月費是22磅 我就是用Virgin Media的 聽人說它會有時斷線 但是我到現在都覺得OK的 沒有很嚴重的斷線問題 電話的費用就是20磅兩個人 我就是用Foxy的 我覺得它在倫敦我這個區域也挺穩定的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用GIFGARF 因為它可以免費寄過來香港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在超市裡面 完全上不了網 但是其實超市也挺常用網絡 因為你會看看價錢怎樣 有時有可能買一些QPON 沒有就很不方便了 我現在用FoxyPan 我覺得都順暢的 但是我知道有其他電話廳 現在有時會做1磅還是2磅一個月的 不知道收得好不好呢 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下一項就是健身做GYM的費用 這個是一個一人的一個月會費 就可以進去的 價錢是22磅 最後一項就是交通費 這一個月就是82磅 因為中間比較多假期 所以是比平均低的 這個交通費都要視乎你是住哪一區 以及平時的工作安排 會不會有Festible Working 可以有Work from Home的時間 大家就可以跟回你想選擇那間屋 以及你上班的Pattern去計算這個交通費 加上以上十項的主要洗費 總共是1093-1093磅一個月 不包括租金 就是一個兩個人的基本洗費 當然 以上的計算 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洗費 例如去旅行 或者你自己去購物 我就沒有特別計算下去 因為好像上個月 其實都是超過了這個預算 因為我們兩個人去了朋友家 就在Lordingham 加上2Together的Rail Card 交通費就是88磅 而我們最近發覺冬天的時候 我們家裡的濕度都比較高 也在密室一部抽濕機 最普通都要大概200磅 這些比較大型的家居用品洗費 我都沒有計算到這個基本洗費裡面 那我要利身先 我都是一個平民的消費模式 不會買一些很貴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洗費 不知道各位住在英國和倫敦的朋友 的洗費是否跟我說差不多 還是很大分別呢 基於租金的部分 大家可以上Rail Move 或者Super上 找你來上家的租金 加上我這個TOTAL的洗費 基本上就是一個月的最低消費 最後我都想分享一些省錢的小貼士 除了之前提過我會用 JAMDONUT POPCASHPAT等等的現金回贈平台之外 我都會建議大家網購的時候 可以搜尋一些Discount Code 例如我之前買一部暖風機 它在Amazon也有得賣 在自己POPCASHPAT的網站也有得賣 我又上網搜尋 Discount Code POPCASHPAT 這樣 原來登記它的E-Newsletter 又會有10%off 所以就可以運用這些優惠碼 而英國網購也是很盛行的 我有一次覺得自己重複 就是去BOOST 我就買一些硬藥水 11磅 都覺得OK 怎料回到家 我上BOOST的APP 就發覺它是做18磅兩盒 而且它會有一些突然之間的優惠 例如你買滿20磅 它又會送回4磅的回贈給你 這樣加起來就會比你在實體店便宜很多 所以現在有時在實體店看到的東西 我可能會上網搜尋一下 究竟網上的價錢是多少 雖然省錢未必很多 但即少成多 還有有時在英國玩這些省錢的小遊戲 都覺得挺搞笑的 挺有滿足感 那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之後會有更多的英國生活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